接着到第七题,它就说现在的radius就是decrease了30% 即是说如果旧的radius,我说叫r,新的radius就会是这个0.7r 因为它decrease了30%,我们乘回1-30%给它,这个0.7是源于1-30% 好,它就要你问你的surface area的percentage decrease,留意percentage decrease就不是新减究,是这个大减小 好,大减小即是原本的totalsurface area,就是4πr²,减我们小这个了,小这个即是0.7r的二次 除回旧的,乘回100% 好,那这4π就可以先约了 好,即是说r2次减二次放下去,就会计到0.49r2次 除回r2次乘回100% 好,接着上面的r2次抽出来,1-0.49 下面有个r2次,两个r2次又可以约了,就会变成1-0.49 即是变成0.51乘回100%,就会是51% 然后partb的计法也是类似的,那我们也写回给大家看,这次是percentage decrease in volume 原本的volume就是4 over 3πr3次 然后新的volume就是4 over 3πr3次 除回这个4 over 3πr3次,再去乘回100% 好,4 over 3π,当然也是先约了 约了先 好了,约了之后就会剩下这个r3次 3次放下去,那我先按一按,0.7的3次,0.343来的 再除回R3次了 用回刚才的技术,就可以抽回R3次出来 1-0.343,除回R3次,再成100% 好,这里都按给大家看,就会是1-0.343,成100 就会是65.7% 原来是decrease 了